霹雳州宜保引起源东方北厂一排超过50年历史的12间双层老店 昨天晚上发生严重大火 由于这排老店的楼上都是由木板建造 所以导致火势迅速蔓延一发不可收拾 幸幸的是没有人在事故中伤亡 经济损失还在估计中 这起火灾是发生在昨天晚上7点左右 失火的引起源东方北厂老店是属于宜保新街厂 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所有 并且分为楼上和楼下单位 其中楼下的单位是出租给不同业者经营 至于由木板建成的楼上 所有单位都是空置的 据了解 我们要是从靠近八角大厦的第一家老店楼上开始烧起 之后迅速蔓延到隔壁几个楼上单位 也因为上下楼的建筑材料不同 因此火势没有蔓延到楼下 皮立第一区校整局指出 当局是在晚上8点04分接获投报后 立即赶到现场展开灭斧行动 并在9点45分成功控制火势 之后在10点15分完全扑灭火势 目前起火原因以及损失的程度还在调查当中 中文字幕提供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